现在讲的东西叫做昼夜跟季节 先讲的叫昼夜 白天跟晚上 我们的太阳会东升西落 从东方升起叫做白天 从西方落下叫做晚上 所以太阳东升西落就有昼夜之分 为什么太阳会东升西落 是因为地球会自转的关系 所以太阳就看起来东升西落 我们这里有一张图 我们这边有一张图 这张图以后会考试 考你昼长还是夜长 白白的叫做昼 这里斜线的叫做夜 人家画一张图 画完之后你看图就知道是白天长还是晚上长 就是以后会出现的题目 停车站接问 请问你 你怎么知道地球会 在自转 你怎么知道地球有在自转 请问 24号 帅哥 你怎么知道地球有在自转 不用不用来回答我就好了 你怎么知道地球有在自转 你怎么知道地球有在自转 互有庞然大物 跋山倒树 快点啦 快点啦 跟我讲为什么你知道啦 地球有在自转怎么知道啦 美调 美调 坏一位 来告诉我 有没有 你要牵手 好 先让你去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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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谁 来 你怎么知道地球在自转 我问学生的时候很多学生会告诉我因为太阳会东升西落所以知道地球在自转这是一个标准的错误答案 古人就古人就看过太阳东升西落古人怎么说的太阳公公每天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太阳绕地球转所以你知道地球会自转不是因为不是因为太阳有东升西落有两个原因可以有两话还知道第一个国中没有教佛科版 佛科版国中没有教佛科版什么是佛科版佛科版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单版所以周期很长大家摆来摆去你在旁边看他他那个摆命会转 这摆命会转圈圈 为什么 因为 北极插一根 佛科版摆摆动 旁边看地球会转 所以摆地球再转 所以摆面就会转 一天会转 一圈 在赤道翻一根 佛科版摆来摆去 旁边看地球自转 摆面会转 不会 所以赤道的摆面不会转 南北极的摆面一天会转一圈 不同纬度 不同纬度转的时间会不一样 实验结果跟计算结果相合 所以知道地球会自转 这个国中不教 国中我教这个 周日运动 我可以根据周日运动知道地球有在自转 当会就会教你什么叫周日运动 我可以根据周日运动知道地球有在自转 好 还有这一转 两个话知道一个佛科版 国中没有教 一个周日运动 然后 地球怎么转的 我们前面交过了 地球自转 北极向下看逆时钟 南极向下看顺时钟 不管顺时钟或逆时钟 统统都是由西向东 所以地球由西向东自转 自转走指向北极西 北极向下看是逆时钟转 因此这个结果就造成当会要讲的周日运动 所以地球自转方向前面交过 北极向下看逆时钟 南极向下看顺时钟 不管顺时钟或者是逆时钟 统统都是由西向东 由西向东自转 因此就有所谓的周日运动 啥叫做周日运动 天上所有的恒星 每一天都由东向西到北极星转一圈 天上所有的恒星 每天都由东向西到北极星转一圈 这个叫做周日运动 这叫做周日运动 周日运动 为什么周日运动 为什么周日运动 可以证明地球会自转呢 大家每天都绕北极转一圈 原因一 原因一 北极星是宇宙的中心 所有的恒星都绕北极转 一天转一圈 这个当然跟观测结果不合 与事实不合 不会 原因二 他们都不会动 我在动 星星都没有动 是我动 我的自转轴对着北极西 我由西向东转 车子往前开 警户向后退 所以是相反的 所以我自己由西向东转 我就觉得你们怎样 我就觉得你们是由东向西转 我一天转一圈 所以你们也一天转一圈 所以我说 可以由周日运动证明地球有在 证明地球有在自转 证明地球有在自转 20世纪真非选 周日运动可以考很多题 考一题 来 这里叫北 这里叫北极星 请问你 你看到星星是逆时钟转 还是顺时钟转 面对北边哪边东边 右手东 所以这边是东边 另外一边是西边 由东向西转 所以顺时钟还是逆时钟 逆时钟 所以第一个方向什么方向 面对北方 逆时钟转 第一题 第二题 相同时间走过相同的角度 相同时间走过相同的角度 考试 画星星 考试画星星 这里有一颗星 这里有一颗星 这里转一个角度 这里转一个角度 同样时间 问你这两个角度 谁大 答案叫做一样大 大家一天转一圈 半天转半圈 四分之一天转 四分之一圈 大家转的角度是 一样 所以第二 谁转的角度大 答案叫做 相同时间转过角度 叫做一样大 那问题转几度 24小时转360度 谁转的角度 一边走过相同的角度 走过相同的角度 一个小时走 15度 我的资短轴对了北极星 所以北极星不会转 停 我考你 国中老师考你 北极星会不会转 不会转 上高中 高中老师考你 北极会不会转 会转 我们的资短轴没有刚好对北极星 等于他们一点点 所以北极星会动 会动非常的小 你做的 你看不出来 所以国中 窟窿 不会转 高中 学得多 会转 国中老师考你 北极星会不会转 答 不会转 高中老师问你 北极星会不会转 答 会转 会转 不一样 不一样 会转 好 那再来 北极星的阳角 等于纬度 阳角就是水平抬头叫做阳角 所以他叫做阳角 所以呢 这个P就是阳角 这个P就是阳角 这里这个角 跟这个角相等 叫做同位角相等 这个角加P 叫做90度 这个角加P 这个角加P 叫做90度 所以这两个P角 一样大 叫做同余 下面这个P 就是纬度 所以呢 北极星的阳角 就是纬度 北极星的阳角就是纬度 我们总共会交 两件事 等于纬度 这是第一件 后面还有一件 这个句话等于纬度 但是这句话只能用在北半球 南半球不能用 为何 南半球看不到北极星 所以只有北半球可以用 这样讲 OK 好 当年 教完这个 问同学 有没有问题 老师有问题 什么问题 老师什么是纬度 请回去参考 国一的地理课本 啥叫做纬度 他叫做纬度 OK 他叫纬度 好 来 来 这边 这边 北极星的阳角 等于纬度 这个叫纬度 零度 纬度 零度 这边一个 红 蓝蓝的 你这边 右手边一个蓝蓝 就是所谓的 北极星的位置 90 零度 就是次道 所以 阳角90度 然后 纬度90度 头顶 阳角零度 就在头顶上 对不起 对不起 讲错话 然后讲错 这叫做阳角90度 水平要90度 所以纬度90度 纬度90度 刚才的纬度是零度的时候 次道 就是平的 就是平的 就是零度 就零度 然后有个阳角70度 的地方好了 65度 65度的地方 阳角就是30度 然后呢 这边有两颗星星 你看哦 它会绕北极星转 绕北极星转 拖一个横积 大家会在相同的时间 走过相同的角度 在天上留下星机 然后呢 一天 结束了 大家都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就刚刚讲过的周日运动 就刚刚教的周日运动 可以吗 我告诉你 给你解释一下这个状况 OK吗 OK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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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OK